今天很高興邀請大家為維安 法式人文音樂商榮的創辦人Livian 來接受我們專訪 Livian 你好 Livian 你好 Livian 你想先請問一下 你當初怎麼會想要自己出來創業 你的企業方面是什麼呢 一開始是因為我從法國留學回來嘛 那因為在法國那邊的人文的氣氛 包括它的建築等等 就是讓在那邊學藝術的孩子 可以從小女家走而入目的空間 這樣子的環境 所以我回來了之後又剛好碰到 因為我本來在家裡交往工作室 那我有三個小孩 那所以覺得小孩子越來越大 我一個禮拜大概五十幾堂課 其實很壓縮自己的生活 那上下班都在同一個空間 那又再加上之前在法國這樣子的 就是很羨慕的變成孩子 可以有從小這樣的環境 所以就想說我要出去找一個工作的地方 我要出去上班 我要出去教課 所以一開始就是找了一個像這樣的工作室 那是一個工作室 一開始是一個工作室 然後找了一些自從不好的老師 然後開始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空間 然後隨著因為就是學生越來越多 就會變更成補習班 然後因為到2020年 就是這個地方真的是做的地址不夠實用了 真的 六間都全滿這樣子 學生越來越多 然後我又再擴大到2021年拍照這個新的地方 對 然後到現在2023年 我們這邊有十二間情報 還可以有一個表演廳 是因為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新的空間比較大 有十二間情報 而且可以變成展示廳 對對對 變成一個展演廳 可以有馬大概有快六十人這樣子 真的 欸那美媛那妳這樣子幫助上自己出來創業啊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呢 會一開始就是人事上 因為我也是鋼琴老師出身嘛 對 那我也沒有學過行銷學 行銷學管理學我都沒有學過 所以一開始就是找一些老師來任教來交交情 那因為一開始沒有合約 所以就會 本來想說沒有合約是一個人情 對 那當然會開始遇到一些狀況 對 所以 就會開始知道要怎麼遇到這些狀況的時候 開始怎麼去訂定這些這些合約 對不對 喔 所以幫妳遇到是人事的問題 對 會比較多 那家長都還可以 因為家長其實主要送來就是 喜歡這個環境 然後想要把孩子送來這個地方就是 那純粹就是想要學好錢的一件事情 是 那人事管理我相信在每個公司就是會比較會遇到的狀況 對對 那有沒有讓妳覺得蠻挫折的部分 挫折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可能就是因為沒有合約啦 那時候我跟老師們就比較像朋友的狀況 對 那有些事情就是在公司公關上就比較難拿捏 有點像朋友一樣 對 對 所以比較難拿捏 然後又再加上就是這些老師們可能就是也是選音樂的 其實從小家境也蠻好的 那他們可能會對就是薪水的部分 終點費他可能期望是再更高一點等等 那有一些老師可能就是可能沒有出國喔 那我這邊找的大部分都是留學出國式的 那他可能就是心理上會有一些變化可能會覺得有點不平衡等等 那可能就會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就是拿六幅然後沒有付費用等等 對或者就是可能會私下跟家長說 這裡你不要來上課我去你家裡教課等等 這都有啦 對 或者就是集體就說 那集體找一些老師說那我們自己出去開 我們一起離職等等 這什麼狀況都有 真的結合約就蠻重要 對 所以你那時候收接觸者有沒有用什麼的方式去調適 開始蠻難過的 對啊 因為想說把他當朋友 對 後來就覺得說 因為我有碰到一些蠻好的一些就是 因為說貴人啦 也是學姐這樣會給我一些思想上的想法的故事 就是說你把他們當念禁菩薩 對 他就是來教你 知道以後你要改變什麼調整什麼 對 那你就是在學做一個老闆嘛 你就在這學一個就是老闆的角色 那你本來就一定會遇到 不會有個褻褻蠻蠻蠻的 那我們這種心情慢慢就覺得也對 該調整的人應該是如何 我要來去慢慢調整一些設定一些 那麼一樣的制度 是 所以就是慢慢調整心情 對 對 比較就覺得不好過不好說的就是 就是覺得很感謝 有他們的經驗讓我知道什麼 讓我自己這個這個機構會越來越好 對 對 那你們那個法式人文音樂沙龍 他的基因裡面跟核心價值是什麼 對 我們呢最重要的就是進來的老師們呢 就是除了有合約的簽訂 還有這個制度以外 我們要找那些要懂孩子的老師 懂孩子的老師 所以我們都幫家長們等於是篩選過了 因為從網路上找 家長通常只會找學歷 從學歷開始找 對 那我們要找這個老師 他懂不懂孩子的心理跟肌肉發展等等 我們等於是都把家長做了這樣的篩選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很多人走進來就覺得說 哇這個地方感覺感到很貴 哦 我們就是要來打破這樣子的刻板印象 我希望走一個 台灣音樂就不是那種貴族音樂的這樣子的刻板印象 希望可以讓一般人都可以學得起音樂 因為真的有天分的孩子 肚定是出現在有錢人家的家裡 對 哦 然後再來就是我會 用的老師們他們就是主修來教主修 他們會說他今天老師學的一個小 感覺是比較冷冷的樂器 他也跑來教鋼琴 我教很多 因為教師會這樣子的運作 可是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只有主修教主修 希望完全給家長一個專業的教學 哦 會談到其實不一定會教 對 會談到其實 就像我大家都會畫畫 我不一定會教小孩子畫畫 我會講英文 不一定知道怎麼教他講英文 所以一樣 對 你還是會要就是教 就是學過一些教材法 甚至你要接觸大量的 不同孩子類型的經驗 對 哦 是 所以就是 除了要懂孩子 主修教主修 對 然後再來我們這邊有個特色就是 跟一般音樂教師很不一樣 因為一般音樂教師印象中就是 小小每一間情房小小 對 對 然後進去就是 辦公室天花板啊等等 對 那我們這邊呢完全就是 就是依照我在法國留學的經驗 給孩子這樣子的軟硬體空間以外 我們總共呢擴大後有十二間情房 嗯 那這十二間情房呢就是 可以變成展演成一個 不一樣的 變成一個表演廳 所以我們大概每一年 呃 最少也會有六七次以上的一些主題的 免費親子音樂活動 嗯 那這個活動是給我們的學員 嗯 讓他們常常有一些上台舞台的經驗 這樣 因為我每次都會去當主持人 嗯 這樣我都可以聽到 孩子們他們現在 每一個孩子他們 雖然是跟老師教的 對 他們的進度他們的狀況 哦 然後他們來參加這些活動 可能就是萬聖節音樂會 他們要變裝來 哦 聖誕節音樂會啊 母親節音樂會 兒童節 父親節 都有 新年音樂會也可以抽紅包 這樣子 哦真的啊 真的有趣 對 然後小朋友就喜歡來參加這個活動 可以免費拿禮物 或者免費抽紅包等等 嗯 對 那我們有這樣子提供給我們的學員 哦 一年也有七次這樣的活動 對 那我們一年也會有一個大型的 專業的 嗯 就是表演 這個正式的表演 是 那就是要去外面的場地 哦 哦 我會去外面的場地 像今年我們就在青瓜維越庭 嗯 我們就用了一台獎金塊 千萬的二十堂維的鋼琴 嗯 給我們的學員使用 嗯 對 哦 就是我們盡力可以再 可以給孩子們能夠 但是費用 我們並沒有收比較高 哦 你是批價嗎 呵呵呵 就是希望每一個 不同的家庭都可以 既然讓他們可以 孩子都可以學習到 一年 嗯 欸 那你們的那個海底 就是學生啊 他有沒有什麼年齡層之分 有沒有說只收幾歲到幾歲 沒有 我們正小可以從零歲 呵呵 特別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堂一門課程 一個留等的一個老師 嗯 他在德國呢 有修了一個就是 呃 音樂瑜伽 就是第五六兒的 嗯 零到三歲 當然不可能彈琴啦 沒有那麼快 對 可是可以讓媽 就是家長 媽媽或爸爸 一起來跟他 上這堂課 要一起喔 可以有肢體的活動 哦 對 然後可以開始接觸 不同音樂的類型 嗯 對 零到三歲 然後再來就是三歲到五歲 我們有個黑劍的啟蒙課程 那一般台灣的啟蒙都是從白劍開始 對 白劍開始 大家會發現 欸開始有升降記號 到黑劍的時候 很多學生都會覺得很困難 就會遇到所謂的瓶頸 就開始不喜歡音樂了 不喜歡練琴了 所以我們就是 我在法國碰到很多都是從黑劍開始啟蒙的 所以我希望在台灣也可以開始推廣黑劍啟蒙這一套 這樣子的課程 對 因為黑劍通常比白劍在整個鋼琴的鍵盤上是比較少的 對 那我們就從比較簡單的 喔 就讓他覺得黑劍是比較簡單 對 開始學黑劍然後慢慢再開始學到白劍 他的瓶頸會比較少 喔 對 所以這是你們的一些課程的特色 對 那我們的空間上 嗯 就是不只就是自己教學的情報 我們還是會提供一些商用的 然後拍藝術照啊 電視電影啊 嗯 或者是在拜音樂會 嗯 我們也有提供雙鋼琴平台鋼琴 嗯 而且他只是純粹想來做琴棚 我們也可以有直立琴的雙鋼琴 或者直立琴的三台鋼琴 都有這樣的空間 就是很多多用的圖啊 就是包括連長座都有 所以你們的空間也可以租建給別人 對 對 Vivian 那你們那個 這個法式人文音樂商 他過來的一個比較近期嗎 還有未來的比較中長期的規光是什麼 嗯 我覺得近期我還蠻開心 我覺得 以我二十幾歲到現在四十多歲 我已經好像完成了一個這個空間的夢想 嗯 那中期呢我會希望 我現在有在編寫一套教材 對 那這套教材呢 就是 給 我們的 學員 對 他就是一些其他教材 因為每一套教材各有立地嘛 對 那我會希望做一套教材 就是 比較適合琴棚的 那我修改一些 對 裡面可以 也給我們的老師做個參考 對 那以長期而言 我希望我們這樣子的音樂沙龍 嗯 就是給一些 一些一樣有理念有想法的一些 對 音樂教育者 可以有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他們可以自己從這樣子的經營的方式 然後也就是像開畫一樣在各個現實 對 你這個教材不是走在那裡 只給你們自己老師 就是給其他老師也可以 對 但是目前是我先給我們的學員 對對對 如果有什麼可以需要調整整好的部分 對 我現在還沒有就是大量出版在外面 哦 謝謝 那個不是為了賺錢使用 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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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所以真的是希望 對我這個 對 音樂 對對對 音樂教育 對 音樂教育 對 包括肢體動作 哦 所以我們在彈琴的時候發現 欸小朋友在小時候他彈 就是真的只是對照我們這樣彈 嗯 他很少會有這些動作 我的這個教材裡面包含這些 我都會一切而進去 從小就讓他有習慣 哦 對 一些肢體的 這個是如意不可分的 嗯 所以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教材 但是我就是努力 在我自己的教學經驗上 去自己做了一套這樣的教材 嗯 希望可以回饋給社會 社會上不同的老師 或者他一開始不知道怎麼教學的 或者他教很多 他也正在尋找更好的教材 都可以做為一個參考這樣子 嗯 那教育想起你會不會給那個 想要創業的年輕人 因為以你過來人的經驗 你會想要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呢 嗯 我會覺得齁 一開始創業喔 不要馬上就是直接開一家店 嗯 應該要從一些 如果像我是教育 教學方面的什麼 就是從一些音樂教師 然後從家教開始 但是要小心家教 如果是家教要真的要小心 你要確定那個地方是真的有 要用小朋友的學期 對安全要護膚 對 那不要馬上去開一間 一間店 因為你要先當過員工 你才知道 你不喜歡老闆做哪些事情 當你成為一個創業者的時候 就把這些事情避免掉 那再來就是一定要有合約 嗯 要有一個合理的合約 包括你要去熟悉一些老子把的規則 那你也要如何保護自己等等 那合約的建立也是給消費者 就是你的家長或者是客人的一個保障 對 這樣很重要 是 所以美女是說 其實真的想創業 但是也說先做好準備 可以先去外面上上班啊 先懂得那個員工跟老闆的不同 對 然後他們自己要經濟啊 對 然後就是一些 因為其實創業一定會碰到一些 有些跟合約有關的 就是這個也是自己要去了解 對 如果都不懂的話就很容易會 遭受到損害啦 是 然後就是 如果自己身為創業者 我覺得有一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要 自己要以身作則 你不要讓這個 這個工作的環境變成是一個八卦的環境 這很重要 因為這個會連帶的影響到客戶 對 對 你要如何讓這個環境不是八卦的環境 你自己不要一起跳下去 對 他比如說 嗯 你不能講說我們今天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們今天大家一起去團購 我們今天一起去哪裡 哪裡玩這樣子 對 盡量就是 面對你的員工的時候就是 專業的形象 我們討論事情都是在討論專業 對 對 而不是在聊私事 不然這樣子你在 就算有合約 你真的要執行的時候 很難拿捏的就是公事公辦 對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維安法式人文音樂商 我們的創辦人Vivienne 謝謝你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Vivienne的分享 謝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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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